三年前收到這作品 還有那個demo其實是有一份詞 但當刻我看了這詞 三年前我又覺得未必想唱一份當時的內容 我覺得不太合適 於是就擱置了這首歌 但知道心肢一定會用 先代定 對 先代定 所以就拿了一個版權 但這三年沒有特別找其他填詞人填這首歌 不知為何 直至今年年初就收到這份詞 一看完之後就喜歡到不得了 而且不知為何立即有一種聯想 就是這首歌好像是對我們一樣長大的回應 我覺得很有趣 好像給我們這首歌一個深層次的答案 好像讓人生有一個更清晰的答案 就是萬物有事 我們要相信萬物有事 我們看到一個填詞人在片段 就是一個熟悉的面孔 就是橫壓音樂 橫壓公司的一個要員 Maphis 原來他這次寫這份歌詞 對 我也沒有想過一個跟我共事了十幾二十年的同事 很熟悉的同事 他竟然會填詞 我第一次看了這份詞之後就覺得想都不用想 這樣可以用 相當驚訝他可以寫這詞 因為我認識他平時都是一個大喇叭的說話 其實我當天聽到他的故事 我自己都相當感動 原來他去年自己都適逢人生兩個很大的黑暗進處 就是他沒有了一份工作 疫情之下 你想想一個人沒有了一份工作 其實是很大的衝擊 與此同時他跟他很好的感情相當好的 婆婆也同時去了世 過世 所以兩個人生很大的劫難發生了 於是他就覺得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反正人生都跌到最谷底 不如我試試走一條 我其實從來都沒有勇氣走的道路就是做全職的音樂創作人 即是沒有這個勇氣踏出這一步 他覺得既然人生都走到這點 不如我試試走 就真的做這件事 誰知道就在這個時間覺得 最進處的時候 竟然三年前的一首所謂的舊作 被融作一個主打的歌曲 即是他說當他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他自己是感動得很緊 好像是上天給了一個鼓勵他 他覺得真的好像萬物有事 有時我們覺得人生已經去到最低處 我都不知道怎樣再走我人生的時候 原來萬物有事 時光一到陽光會出來 他覺得給他自己很大的人生的鼓勵 我覺得很感動這個故事 原來其實在鼓募人心之前 原來這首歌首先在鼓勵作曲者自己本身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很勵志 可能寫曲的墨旋碧拉Max 他自己也存了很久這首歌 亦都期待 究竟聽聞Sami改了很久 可能他覺得 何時出呢 覺得死了 是否不用 都拿了一層大汗 所以他說他一聽到這首歌 都是很感動得很緊要 因為他真的完全想不到他人生突然 在他人生谷底突然好像見到一個曙光 亦都比他現在真的全身 作為一個全身的音樂人 好像給了一個強心針對他 我覺得真的上天有時很可愛的安排 真的萬物有事 這首歌的最後一句歌詞也回應 Sami剛才有分享這個故事 就是人在經歷中得失總有意事 其實萬物總有他的安排 為何要走到這一步 可能很多時候你這一刻未必明白 但是可能聽歌或看一些電影 都會令自己有一個解開的心結 上天一定有很好的安排給你 為何要這樣做 為何你可能寫歌會令Max 未來有更多的作品 更加激動到人都不得了 還有廖遇我希望這首歌 跟我們都市長長大的 都好像有異曲同工之妙 好像聽這兩首歌的時候 或者你連著聽的時候 給了自己很多的鼓舞 好像有人明白自己 歌詞在明白自己所經歷 被理解、被同理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 這首歌我覺得有這個作用 Sami有漂亮的MV造型是一定的 大家都期待 遇到好歌的時候 都要很講緣分 你自己聽Demo的時候 當然有公司很好的A&R同事幫忙 但是你自己去接收一首新的歌 沒有人唱過的歌 你怎樣去聽Demo 你覺得這個如何是屬於Sami的歌 感覺來的 即是一個感動 譬如我聽 我們都市長長大的 我第一次聽Demo 加上那個詞就覺得用 那個詞是一粒字都不用改 只不過我當初改了歌名 回來的歌名 我就不太覺得很適合用 我自己改了 我也是長長大的 其實也要感謝雙台 在幾十年前 跟雙台錄了這個 阿智忠的劇 一直都很喜歡這個名字 我終於拿來用作歌名 直至這首歌也是一個感覺 我記得找信者得愛 或者上帝組的預備 都是第一次聽Demo 就已經很喜歡 很多時候我都是靠感覺去行事 一個人 Sami近這兩年 都是年度推出一首歌 其實知道Sami錄了很多歌 有空就錄了很多歌 其實會不會出碟呢 今年會 應該會出碟 會會會 因為都很想 雖然碟其實現在都 在銷售在市場的角度 不是的 可能是數碼化 或者大家真的想拿回一首專輯 現在的CD機都出了一些伏克版 大家可以放到碟機拿出去聽 而且有時都會覺得 不知道自己會再做多久的歌 會再出多久的碟 覺得也好 你會不知道結尾是甚麼時候 可能有段時間 也可能很快 倒不如做些事 讓自己有一個好的回憶 讓那個回憶好好地放在這裏 所以今年應該會出碟 而且今年不做一年一歌的歌手 今年陸陸續續會有更多新歌 因為其實做了一堆歌 是的 聽聞Sami錄了很多歌 所以今年可能年底就會出碟 也不用年底 可能年底會有更快 可能年底會有更快 也不想岸迷很口渴 哈哈哈 às叔叔 謝謝你 期待 在做一次 ,哎唷你 在做一次 等等 你 呢